十四五期间如何让上海价格和上海标准更好地影响全球 我们还是要提升上海经的影响力 要加强跟境外市场的进一步的合作 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绿色发展 上海金融机构有哪些新探索 2020年就上市的低流燃料油 就跟双碳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品种 而这个品种在国际市场上是个空白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深度对话 上海金融机构负责人 聚焦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任务目标的推进与落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 对未来五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任务目标 接下来上海金融界将如何推进落实 以确保十四五目标实现过程中能迈稳健之步走创新之路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十四五稳进系列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家谈 深度对话上海金融机构高层 听听他们在上海朝着两中心两枢纽 两高地的目标推进过程中的所思所想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的特别节目呈现的是两位嘉宾的访谈 他们是顾文硕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 陆峰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 访谈主持人李银 第一财经主持人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 黄金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第一位访谈嘉宾顾文硕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筹建者和相关规则制度的起草者 近年来 组织推出国际版和挂牌上海金等相关工作 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 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首先对话的嘉宾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顾文硕先生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当中 上海强调将着力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作为落实规划措施之一 请顾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上金所在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扩大黄金市场对外开放方面 具体有哪些主要的措施 黄金交易所在成立的过程当中 一直把国际化发展的目标作为我们工作的主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率新在自贸区推出了我们上海的这个黄金的国际版 这个国际版的建设是中国的这个国际化卖出的第一步 刚刚开版的时候我们的交易额在454亿 在去年我们统计的数字是8.26万亿 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巨大的 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占比才大到我们整个主板交易的1% 到去年我们已经占到了20% 国际会员现在已经有89家 所以这些的发展都使我们国内的黄金市场 跟国际的黄金市场有了进一步的浓通 第二就是黄金的定价机制也非常的关键 当我们黄金交易所推出国际版 推出上海金的定价机制以后 我们中国的黄金市场的定价权 也是得到了亚洲地区 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的这些用金企业 产金企业甚至于金融机构的关注 起得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为了进一步扩展我们上海金的影响力 我们还跟那个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进行了合作 我们进行了产品的互挂 这样实现了就是人民币跨市场的这种合作 也使得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 能参与不同市场的这个黄金交易 为国际化的建设做出了这方面的一些基础性的探索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 做了很多的推广工作 也把这个一带一路企业在黄金方面的需求 也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应该说我们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市场 十四五国当中也把这个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这个金融工作的一个出发点 还有着力点 我们的上金所是怎样去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 那么支持黄金产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呢 交易所是一个黄金市场的一个平台 那么通过黄金交易所这个建立以后呢 促进了黄金市场的这个建立和流通 使得我们的产供销这些企业呢 能够通过黄金交易所这个平台进行实物的买卖和交易 那么也促进了这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发展 那么为了满足这个金融市场需求呢 我们还在实物发展的基础上呢 还开展了我们的这个叫延期交收的这样一个黄金业务 它的就有保证金的功能 为金融机构投资方面提供一些方便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跨市场合作 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一起合作 建立了我们叫寻价的交易机制 满足银行在黄金方面的投资和保值的这个需求 我们开发了一个黄金租赁叫借金黄金 就先呢可以问商银行 把它们库里这个沉淀的储备的这个黄金借出来 借出来以后呢 我再生产成那个各种首饰 或者其他的一些黄金的金条制品 到卖掉以后我把钱拿回来以后呢 我再去买回黄金再还给商银行 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降低它的那个融资的成本 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我到一年以后去还它黄金的时候 那个黄金的对变化了 会变化了风险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还开设了一个黄金的这个远期 就其他市场上就把这个价格给锁定了 所以这个产品开发了以后啊深受欢迎 这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很好的一个尝试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我们呢交易所呢 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的免费 在手续费方面我们都降得非常低 另外呢就是延期地延费率呢 我们现在呢也降到了这个1.25 这个费率是非常低的 就是对企业来说呢 也是能够降低这个生产的成本 交易的成本 那随着市场的发展呢 我们还要继续来降低成本 为实体经济服务 上海金 上海价格 对提升中国市场的话语权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推出了上海金定价以后呢 这些企业就是按照人民币计价的方式 来落实他们的这个交易 如何利用好市场 提高上海金的影响力 我们一个要加强 跟境外市场的进一步的合作 另外呢我们呢也要继续努力 探索一些跨市场合作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由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 十四五稳进系列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家谈 特别节目的精彩内容 在刚刚的节目里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顾文硕表示 上海金推出后 进一步提升扩展了中国黄金 全球市场定价权的影响力 而与芝加哥交易所进行产品互挂 也实现了人民币跨市场合作 扩展了上海金影响力 他指出 满足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的黄金需求 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黄金交易所促进了黄金产公销 实业经济的效益提升 那么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顾文硕 将继续阐述它的观点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比如我们的交易机制是逐步的完善 然后我们现在有询价 有净价 有定价 我们有ETF 还有我们熊猫金币 我们是在国内 就是交易最长的一个交易所 我们现在一天要有13个小时的交易 夜市八点开始 能够使得企业在交易过程当中 能更符合国际上的交易惯例 咱们的上海金在未来 在建立完善的黄金市场标准规则 提升中国黄金市场的 这样一个话语权方面 有哪些具体的亮点呢 我们觉得我们的亮点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上海金的定价权 如果我们推出了上海金定价以后 这些企业就是按照人民币计价的方式 来落实他们的交易 其实也是为企业提供这方面定价的方便 也是供他们选择 上海金的定价 它不是说你想定就是定的 它还是需要很多的政策配套 和我们交易量去落实 你当你的交易量达到了全球的认可 它才有这个价格的指导意义 中国也是全世界现在来讲 黄球需求量最大的 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我们的交易量已经连续十年 在全球的现货市场当中 那个厂内的现货市场获得的第一 所以我黄金交易所在国际上是有话语权的 特别在现货 厂内市场方面 所以这个呢为上海金的定价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标准 那么国际上有个叫 伦敦精英市场协会 初期的时候我们是参照它的标准 但是在有些方面的这个标准的 成色方面呢 我们中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特点 我们在杂志 成色方面呢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呢我们的野链厂呢 都按照这个标准来 落实你们的黄金的这个标准啊 就15条的标准 就是能够得到这个全世界的认可 所以我们也在加强 跟那个伦敦精英市场协会的合作 那一个呢 我们产生了一个产品互论的 一个共识和一致 也就是说他认的国际上的企业 或者银行进来的黄金 我们认 但我们出去的他也要认 标准制定了以后呢 我们也有这个话语权 最近呢我们也在跟他们呢 就是一起商量 制定一个全球性的 公斤条的标准 就一公斤的条 那么这样呢 既能满足全球市场的消费需求 同时也能符合中国的特色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当中 也有具体的明确了 说要为我们的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 贡献咱们的上海力量 那咱们也要请顾总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金融科技方面 对吧 咱们上金所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金交所的这个数字化系统方面 它有它的特色 跟其他交易所比呢 它还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有实物 所以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呢 在某些方面还是要求挺高的 因为它还有酷的这方面的要求 调配的要求 我非常高兴的在这里告诉你 我们推出四载系统 在数字化方面 实现新的这个转型 也提高更高的成绩 我们可能要组抓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升上海金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沿线 在国内亚洲市场呢 其实它有一定的指导性 有一定的这个定价的风向标的作用 但是呢就是要在全球方面 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这方面的影响力 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一个要加强 跟境外市场的进一步的合作 另外呢 我们呢也要继续努力 探索一些跨市场合作 我跟外汇交易中心合作 客户是他的 他通过外汇交易这种平台 又在我的市场上进行黄金交易 这叫我们的黄金的询价交易 那我们跟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有合作呢 我们实现了黄金的ETF和黄金 我们交易所的合作 就一级市场的申购 在黄金交易所 二级市场的交易 在证券交易所 那个上海金的ETF 我们也推出了 那下面呢还有一些陆续的基金公司 会推出上海金的ETF 那这些也是我们提高 上海金影响力的 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还有一个方面呢 让上海成为一个黄金 转口的贸易中心 进出口中心 这个就需要我们承担 这方面的职责和职能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好 希望我们都是可以成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助力者 谢谢 谢谢顾总 今天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由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 十四五稳进系列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大家谈特别节目的精彩内容 在刚刚的节目里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裁 顾文硕认为 与国际标准相比 黄金的上海标准 在杂志 橙色等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 而加强国际合作 促成标准互认将会有效提升 上海金的华与权 顾文硕表示 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了 第四代系统 在数字化方面实现新的转型 十四五期间 他们将通过加强与境外市场合作 进一步提升上海金 全球市场影响力 并将通过与外汇和证券市场的 跨市场合作 让更多投资者参与黄金市场投资 此外 也会进一步推进 上海黄金转口贸易中心的建设工作 在众多金融机构中 上海期货交易所多个品种交易量 位居同类品种全球第一 原油期货市场 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 在十四五期间 上海期货交易所又会有怎样的 新思考新举动 接下来出场的是 今天的第二位访谈嘉宾 陆峰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 有20多年的期货从业经历 主持设计了 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的 中国原油期货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陆峰先生 欢迎陆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当中 这其中是提到上海要将从 国际化 市场化 数字化 绿色化 法制化方向来去加快推进 那咱们今天就先来说一说 国际化 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给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 上期所的国际化是始于2018年 随着原油期货上市 以及20号胶 低流燃料油 保税铜 原油期权 等一系列国际化品种逐渐上市 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大门 就打开了 基于原油期货推出的这一系列 国际化制度也得到了市场的 可复制和推广 在大连 郑州等各交易所 都有国际化品种推出 上期所先后在香港地区新加坡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质 拿到了牌照 同时也拿到了欧洲证券及市场监管局颁发的 关于第三方交易后透明度评估的正面清单 因此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跟全球的期货市场的基本运行制度是相匹配的 为下一步对外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境外投资者来自亚洲 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非洲 大洋洲等各地25个国家和地区 显示出中国期货市场对境外投资者强大的吸引力 实体经济是十四五金融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和着力点 所以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陆总 咱们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化机制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率的这样的一些高质量风险管理服务上 有哪些具体的重点举措呢 上期所的举措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以上市品种的优化和完善 使它能够更贴近现货市场的发展和变化 同时引入做市商制度等一系列国际通行的做法 使合约的流通性 远期合约的连续性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便于投资者参与这个市场 另外一方面就是丰富产品序列 提供完整的产业链上的各相关产品 为整个市场的生产销售贸易 仓储物流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三是不断的降低交易成本 我们先后取消了多项的交易和交割的费用 手续费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 专注于为实体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再一个是这些年上期所专注于 期限结合方面的业务发展 原来两个市场融合度不够 上期所这些年来提出了一组两亿的做法 一组就是期货 两亿一个是期权 一个是期限结合业务 这两方面都有了长度的发展 多个期权产品的上市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技术工具 那么在加快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 增强金融科技全球竞争力上 咱们要来说是上期所 在这一块 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他的这个抓手在哪里 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考 还有一些新的推进的方案呢 期货市场现在的竞争 境内外 除了品种服务 和新的工具以外 很重要一方面就是IT方面 数字化方面 上期所最近正在做的 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下一代交易系统的研发 和结算系统的研发 以及监察系统的研发 从交易 从监管两个方面 共同打造一个强有力的 数字化的驱动引擎 来帮助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在加快推进浦东引领示范区建设里面 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建立全国标准仓单登记平台 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借助区块链 做基础技术 我们利用大数据 用数字化的方式 我们把所有的标准化的仓单 都通过一个底层系统 把它做好登记管理 基于这个的系统的建成 仓单将来的流转 会实现一个更高效 更安全 更全面的一个方式 双碳目标下 上海期货交易所 如何在产品上提前布局 我们这个低流燃料油 成为全球目前唯一 在运行的低流燃料油的期货会 为全球低流燃料油的定价 风险管理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为何说中国期货市场 在全球承担着重要角色 我们介于欧美两大市场中间 那么跟欧洲的市场 和美国的新货市场 共同形成了一个 24小时延续交易的机制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陆锋认为 当前 上期所通过以上市品种的优化和完善 新产品的不断推出 以及降低交易成本 来更好服务实体企业 而以期货为主 期权和期限结合业务 为两亿的业务模式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金融基础工具 陆锋表示 上期所正在研发下一代系统 从交易 从监管两方面 打造强有力的数字化驱动引擎 此外 也正在推进建立 全国标准仓单登记平台 同时助力浦东引领区的建设 那么 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上海期货交易所又有怎样的发展思路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陆锋 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那么我们再回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到的 应该算是 我觉得是今年市场当中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 其实就是双碳 碳中和 还有碳达峰 那给我们来说一说 咱们上其所有哪些具体的工具 还有手段吗 双碳目标对整个全球经济发展 都具有非常关键重要的影响力 上其所其实已经在2020年 就上市的低流燃料油 就跟双碳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品种 而这个品种在国际市场上是个空白 所以从高流向低流过渡的时期 上其所就提前布局 我们在2020年研发成功 正式向市场推出了低流燃料油合约 而且是一个保税合约 允许全球投资者参与 使得我们这个低流燃料油成为全球目前 唯一在运行的低流燃料油的期货合约 为全球低流燃料油的定价 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同时在低流燃料油上我们也试点尝试了境外提货 因此中国的期货已经在交易结算和交流方面 已经迈向了国际化的道路 另外根据双碳 我们现在上期所正在积极地研发一些基于 绿色环保相关品种的探索 国际市场上这些年非常热衷于 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商机所正在跟中国的相关机构 一起共同跟踪和研发对应的中国的ESG品种 未来我们会在双台上提高努力 争取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 发挥期货市场应有的作用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 能及的不断提高 未来五年您预计在金融投资者 还有金融消费者 咱们将会从哪些方面 能够获得具体的授益 境外市场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关注度 在不断地提升 因为中国的这个时区呢 正好是东八区 我们介于欧美两大市场中间 那么跟欧洲的市场和美国的期货市场 共同形成了一个24小时连续交易的机制 所以呢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 只要是国际贸易这个链条上的参与者 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贸易还是金融 都必须要看中国这个市场 中国目前在全球的大宗商品贸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只要跟中国市场有关系的投资者 必然要参与这个期货市场 并利用中国的期货市场实现它的风险管理 所以他们会在中国寻找到更多的贸易机会 也会跟更多的中国的金融和实际企业 共同去打造一个未来的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和生态链 谢谢陆总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再见 我们第一财经站在一个全球的视角 然后来分析中国的财经 来帮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定会是实现我们国家战略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共同努力 第一财经的节目非常专业 而且也抓住热点 而且是全方位的分析整个经济金融 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些关键问题 使得我们所有的 无论是市场的组织者还是投资者 都获益匪浅 我希望第一财经成为整个全球一流的财经类的媒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